大家好,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怎样做好一道三色椒炒鸡片 做法简单,又好吃 首先,准备三色椒 青黄红各一粒 鸡肉150克 姜10克 蒜4半 好,接下来我们把鸡肉腌制一下 下入少许胡椒粉 盐少许 麻油少许 给它搅拌均匀 放在旁备用 把大辣椒一开二 再把它切成长条 然后,这里切一刀 好,黄色切完了 青色也是这样歪刀 然后,放在旁备用 重复刚才一个步骤 现在一道蒜 把它切成蒜片 放在旁备用 接下来是姜 也是把它切成片 烧锅开油 锅中加入少许油 再下来我们放入蒜片 然后加入蒜 我们放入姜片 蒜片 一起给它爆香先 现在下入鸡肉 翻炒均匀 给它慢火,给它煎香 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下入 青椒,红椒 翻炒均匀 然后我们来调味一下 然后我们来调味一下 一茶匙 蚝油 半茶匙 盐 半茶匙 糖 给它翻炒均匀 这时候我们下入少许清水 少少就好了 继续把它翻炒均匀 来,上锅前 现在我们拿点 玉米淀粉 给它勾芹一下 加入少少 淀粉 继续把它翻炒均匀 来,上锅前 加入一茶匙的烧鲜酒 好了 出锅啦 好啦 一道芳香四玉的三色椒炒鸡片 做好啦 做好啦 无论味道和外观 都很好的 喜欢我的频道 就订阅,分享,按赞吧 谢谢大家